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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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之前他也是属于浮现队的 之前也是在中心队 然后之后就退役了 后面去了香港 代表中国香港来参加比赛 在香港待了几年之后才出来打得了国际比赛 他在2013年的时候获得过 荷兰羽毛球大奖赛的男单冠军 然后呢在这个中国国际挑战赛当中 是获得了亚军在去年的比赛 不过我觉得作为31岁的老将 还是在这个赛场上面来拼搏 其实是这个精神可嘉 要完成自己先前没有完成的梦想 2014年的仁川亚艺会呢 还获得了羽毛球的单打的铜牌 其实为难真的是 我觉得真是挺了不起的 从这一点上来讲 也算是羽团长青树了 这场新老两个时代的这个球员之间的交手 韦杰你更看好谁 如果我们自己这个中国队 作为小队员的话 他首先保证失误少 然后呢尽可能多拍拉起来 他的机会就会大一点 千万不要说因为一些比赛的局面 然后自己失误率增多 这就不好跟卫兰的 因为卫兰相对来说 他还是毕竟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了 经验还是比较老到的 因为他还有一些就是 他也在球场上 还有他的生活 他的社会阅历来说 他都会浓入到比赛当中 但是卫兰他在香港队不仅仅是这个球员 他也是教练的身份 他应该是身兼多职 他的身份 他就他现在的身份 其实就跟胡云的身份是一样的 都是说离开了队伍之后 然后去了香港 香港那边 就是很多年之后才出来打比赛 还可以有传帮带的作用 这个卫兰的世界排名是18位 还是保持着比较强的竞争力 他的对手林贵普 由于参加国际比赛不是很多 现在是270位的世界排名 林贵普这名小将是来自于浙江的温州 贵兰还是有点 贵兰有一些担心 贵兰担心给他打多拍 所以说他的出球的要求特别高 当然了 打多拍他绝对不占优势 从年龄上面来讲 这体力 可对于一场这种比赛来说 如果你害怕多拍的话 就没有可打性了 这种比赛来说 这种比赛来说 林贵普要求换一下球 在击球的过程当中 反正确实有一些球毛脱落 这也是他们两个人的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交手 其实真正的来看 我觉得应该是林贵普这个年纪的运动员 可能将来会 就是真正的这个未来之星 像是 王精明也好 田后卑也好 他们应该是 现在都应该是出成绩的年纪了 不出就要结束了 对 林贵普这个小孩 从直播上的画面来看 他的条件还是有受限 9 6 现场的魏南的这个支持率还是挺高的 大家还是比较熟悉他 因为毕竟他已经在赛场上面征战了这么多年了 还有专门给他来加油 我们确实感觉这个没打几分 这个体力上面可能稍微就已经有点跟不上 10比7 比如魏南首先想的是要节省体力 出一个网 稍微过往高度不太贴的时候 反正被魏南抓住机会 两位选手打球的方式就是魏南在选择战术的定义 上面是在抓球 然后节省体力 然后我们我们的队员是说我在打球 尽可能把球就是跟他相持 其实像这种国际大奖赛 黄金大奖赛对于林贵普来说已经是非常高级别的比赛 因为他基本上还是参加挑战赛啊 青年选手 好球 滑板掉球 11比8 你先进入到技术尖线 你觉得林贵普的这个技术的方面它的限制在哪里呢 其实他还算比较全能的 他唯一我觉得后面要加强的是他的下手球 他上手球来说我觉得已经定型了 就是也有一板突击 可是不是很绝对 可是他的下盘我觉得不是很稳定 就是一些下手球和被动球 这样子对于上升高水平的时候会比较吃力一些 而且他打球相对来说还是要再放开一点 就现在我们的这一批运动员都有点小夹子气 就有点像小女孩 你怎么来解读这个状态呢 你从他打球的就出球的方式也好啊 还有就是就你看整个场上的画面 只是一张脸不一样 只是一张脸不一样 一个姓名不一样而已 可是对于这样子来说这是失败体 就我来说的话这是失败体 因为每个人都相似就表示 就是这个项目来说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你看出球的方式和状态和出手的感觉 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模子出来的 这就有点像印钞机印出来的全是一样 其实确实是如果要想培养一个运动员 把他培养成一个这个人才的话 确实是需要除了羽毛球的技术训练之外呢 可能你的这个包括人格的养成的个性的 性格很重要的 你都需要花费更多的这个体力 更多的精力 就是不仅仅是我觉得是教练员啊 国家队的这个职责 包括平常运动员自我的修养和提升 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其实中国羽毛球运动呢 发展到今天这个高度 它毕竟在国际羽团上面 它是领先的这个行列 就是因为它有大规模的 集成化的一些 优异的训练体系来做保证 所以它有的时候可能日复一日的训练 它的模式是比较的近似 然后运动员如果他成名的时候比较早 或者是说他进国家队的时间比较早 那么他在整个这个大的训练环境下面 他可能慢慢的确实有一个同质化的 这个一个趋势 但是就是你所说的这个运动员的个性问题 我觉得这个可能 可是我们过去来说 就也不算过去吧 我觉得他应该是两三批吧 因为成龙是我们下批的时候 你看我们成龙之前 我们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一样 也可能在生活当中 他们可能表现出来的在场 跟场上还是有差别的 我想这个性格上还是 还是如果要真正的贴近他们的生活 可能也是会有性格上面的差别 只不过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个性在多大程度上 可以影响你的比赛的作风 或者是说影响你的比赛的获胜率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需要 需要那个 就是你说的奔放的打法 或者性格火爆的 有个性的运动员 这种运动员往往就是说 比较的招人喜欢 但是也有可能同样的情况 他也会遭到一些不喜欢他这种做派的人的 一些强烈的反对 我觉得这是只要你活着就有骂力的支持力 何必想这么多了 对 做好自己 可以从伟杰的这个点评当中 就可以看出来伟杰这个人的性格 就是他比较的个性化比较强 确实是 但是我觉得从他们目前这个阶段上来讲 他们就是系统性的接受国家队的这种训练 可能确实是从技术打法上面 有同质化的这种趋势 但是就关键是运动员的自我的成长和修炼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帮助他取得比赛的好成绩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 这很重要 是吧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打法相比相式先不提他 首先我希望的是每个人的性格要不一样 都一样就没意思 比如说我说一 大家都说都是一 那就没意思 我希望听到有二出现 就一定要跟我有一个畅反调 这才是有希望的运动员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顺其自然 你不能说为了追求个性而去 而是有追求个性 比如说要我挑 我肯定挑反对我 听话的都做不了最顶尖 现在伟杰的这个俱乐部 在这个选择运动员的时候 还是有独到之处 我还是大做法 大做法 13 18 14 18 18 这双半都在破坏节奏 我想可能还是魏南的破坏节奏的意图更明显 因为在比分上他是落后的一方 魏南其实一直在想办法抓球 发接发的前三拍 对 他希望确实你说的不要多拍 多拍对他来说确实不是非常有力 他根本就一多拍一打起多拍 魏南就放弃了 几乎就不怎么打 还是通过想通过发接发 抓一下对方的推球 然后突击一拍打些重球 接发球的快推 回放了 等着 五十五 五十二 走 走 走 合法 走 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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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肯定我觉得这个魏南从目前面对这样的对手来看 这绝对是一场艰苦之战 哎呦这两个人都这刚才绝对是非常规方式的基球 他在场上原地的这个转体 看见魏南转了一个大圈 这球毫无质量可言 局点20比15 就我们的这个他比较能顶我们的选手 所以魏南想通过某几拍来说 他不可能说一直残久下去 放王甲动作 但是这球还是被对手给算到了 确实整体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这样林贵普的第一局的比赛 我觉得作为一个并没有太多的这种国际大赛机会的选手 他第一局打成这样非常好 打得非常不错的一局 21比15先胜 其实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呢 面对对面经验 比赛经验这么丰富的老将 林贵普他能够顶就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是自己首先的不失误 那为大家正在直播的是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南单4分1决赛 今年的这个大师赛呢 他只有南单的是24前 其他四个项目都是32前 进入到第三比赛日呢 这个五个单项全部都进入到了八进四的阶段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虽然是从去年开始呢 已经降级为黄金大奖赛 但是呢他作为一个赛事的举办方啊 已经是连续第八年举办这项比赛了 他们很希望的通过这个羽毛球赛事的转播和推广 能够把城市的这个形象宣传出去 其实作为赛事的整个现场的布置和规格 我觉得他们经验已经非常丰富 而且在不断的在改善 可以看出这个赛事的主办方是非常的努力的 想法上赛事保留住他的一级的水准 在办赛期间呢还是有一个长洲的体育休闲用品的博览会 也是希望借助这项比赛的平台吸引更多的体育爱好者到长洲 在体育产业方面呢来进行一下丰富 很努力啊 就虽然今年的比赛确实星光比较暗淡 但是还是应该向这个赛会的主办者主办方来致敬 他们真的是用自己的努力在默默地做着贡献 我也与毛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很被动 因为真的一串下个星期又有亚锦赛啊 这比赛的时间他们是为了躲开躲开其他的这个大型单向赛事的这个高发期才转到了四月份的 但是同样还是会遇到冲击其他赛事有冲击 尹南他确实作为一名老将他的假动作非常多特别是在前场 这就是一个 一个算是一个影拍吧 很小的一个动作 很小的一个动作 我们还是通过自己的速度 然后压制着魏蓝 魏蓝还是显得一直比较吃力 像你说这个林贵普 现在在下盘的稳定性上面 需要提升 那么在日常的训练当中 有没有针对于这个 就是下盘的稳定性提升的 专业的这种训练方法 那就要看教练组 就是如果你遇到这样的运动员 你会怎么样来帮助他呢 我觉得更多的 因为下盘是就是他下盘弱 肯定是因为就是也是他一个 就是这个打法上面和天生的一个弱点 对对 所以还是需要就是你的弱点 只能说尽可能去慢慢的去避免 你说加强核心力量和加强腿部力量会有帮助 会有一些帮助 可是还是就是你不可能把你的弱点变成你的优点 可是就是尽可能去改变一些或者去多救几个下手球 可是你的特点必须要更突出 嗯 好 一、二、四 搓球搓一半 准备充分地杀球 三、四 一般习惯性的都是反拍顶就是推对角性 反拍处理球手感是最好的 因为正拍它有个跨步跨出去相对会比较变 就很多爱好者他每次一跨步出去的话 脚尖都对于球拍和球头都是变人的 跨也跨不开 所以反拍一出去就是自然状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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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不轻易起跳 除非机会特别合适 起跳挺费体力的 对太费体力了 除非这个是半场的机会非常合适 双脚起跳 而且蔚来人他在香港他的训练的强度和稳定性肯定是不足的 嗯 好球啊 又抓住机会打了个突击 下分 过 刚才小江林贵谱呢在试图缩小这个比分的差距 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为难连续两板重击啊 我再次把比分拉到了三分 我再次把比分拉到了三分 还想再用一板头顶位置的直线 这次杀出了边线 5 7 好 好 其实林贵谱现在他的状态呢还是有点想快速的就是从反手转到足度 他有点急 其实现在还是相对来说还是可以打慢一点把未然拉开慢慢的再找机会 我想他这个十几岁的年纪 他意识不到 意识不到 十几岁像我们就只要杀战网 对 全才就是杀战网 十几岁是这样 全是主动 对尤其他面对的是一个 怎么说的经验 如此丰富的一个前辈 反而我只想着我要加速 对对对 还想把对方调起来 他可能没有这一意识 而且他 我觉得他在某种层面上 因为第一次跟魏南交流 他也不知道自己跟魏南相比 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准 是我的 不知道 对对真的是不知道 又没怎么交过 第一次交手 第一次交手 我的体力 我的经验 增合起来 我跟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位置 他也不是足够自信 如果他不能快点拿分的话 他也不能自信 就是说这么跟他打好多拍 我能有没有多大胜算 不是很清楚 肯定是这样 那就用速度与激情 对速度与激情 7 所以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投顶点杀 可惜 再见了 其实魏南他 你看他移动起来也确实比较的缓慢 但是他争取就是尽量移动范围小一点 可是魏南的出球的弱点比较开 对 他就是在基本上在掉 你看他脚下自己就是一个跨步能解决的问题 就绝对不用两个垫步 所以就是节能模式 怎么还自己的失误太多 还自己有点急 对 就是你说的 他现在很希望快一点拿下这个比赛 因为他心里并没有一个 他不知道我是否能赢 没错 他不知道胜算 他不知道我的体能 加上我的技战术的组合 我处于一个跟对手相比是什么状态 哎呦真的是 明明是公事 场上的公事 结果出现了这个失误 排前还断了 我看一下吴云友会怎么给他知道 我们刚刚看的一组 就是魏南能在踢球过程当中的一些慢动作的程度 几乎是没有这个垫步 直接跨步到这 我的时候是很艰难了 换了一把新的球派之后 要求先试两把 11-6 OK 哎呦可惜了 擦网 嗯擦网出现了 嗯擦网出现了 连魏南每一次的起跳 都必须要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这连续的进攻的话 他是现在 打不起 对绝对打不起 用假动作的一个戳放 换到了 对面的这个小匠 对面的这个小匠 12比7 12比7 标准 减 还是回头位置 重复落点的调动 为难就是调动对手 抓住机会反攻一下 还是经验老道 落点开 然后合理 他刚才一直送这个正手底线位置 你看这个其实这一份也挺关键的 要一般人可能接不起来了 就打在这个跨骨附近的位置 根本没得有时间来侧身 用一个放网的方式 接这个发球还不错 改变一下 9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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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攒中路抓推 攒着劲呢 感觉第一局没有太多的使用 而且节能的模式到这儿攒出一股 集中释放的时间 这几森还都是靠突击的 戒内吗 非常漂亮 起跳之后的假动作 变成了一个收掉 你看小将都已经跑到底线防守就了准分 年轻嘛 体能好 在底线防守 速度挡不住 三局 现在整个我们这边处于整个节奏被打乱 他不知道如何去得分 所以这个姜还是老的辣 这第二局明显就是魏南使用了比较变化的策略 让林贵普一时找不到节奏 其实也是因为第一局就是林贵普他赢了嘛 也是通过自己的一个速度 一个体能上面的一个能力 然后战胜了魏南 可是你不可能说这么好的状态一直保持到最后 所以还是要看看第三局他如何去调整 判断非常准 可能一看对方出手的感觉 都不用看落点就知道出界了 19比9 2号第3号进行的是南区的中华比赛 由来自中国的王毅与中国的会赠 来自中华海北的吴敬尧 田连杰 台湾员 以及中国 你看逮住机会就打 这个时机非常的合适 而且呢前面的这个也是点 落点依然保持着非常高的精度 打得非常开 而且精度很高 自己又是很节能的状态 我总体来讲在第二局 魏南明显的增加了这个抓突击的这个拍数啊 得风很多时候还是靠他的这个直升一拍 这个体能上面消耗也是比较大 我觉得跟他第一局的这种节能的模式 看起来他是总结了一下经验 首先做了一定体力的储备 其次呢 他觉得就靠那样打 还是不足以这个 从对方手里面啊 获胜 这样双方要打决胜局 现在为您现场直播 2015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第三比赛日 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小将林贵普啊 这个17岁多不到18岁的一名小选手 今天他对阵的是31岁的中国香港老将魏南 魏南是男子单打的三号种子 今天这一场比赛呢 双方要打决胜局了 呃 反正整个拿球就会更快了 嗯 可是当体力不好的情况下才会动脑 嗯 我体力不好 正好是成长的机会 对 因为有时候体力不好了 我反而在想 哇 我这个球应该怎么出怎么出 因为在体力好的时候 你还是想着用自己的能力 来弥补一些欠缺的 嗯 但我觉得其实第二局 这个林贵普也没有太多的体能的消耗 因为他并没有群群有效的回合 而是说这个魏南呢 他增强了自己的节奏上的变化 而且也抓了更多的这个突击 我觉得对于魏南来说 他的体能 其实第三局是一个问题 就我觉得 我觉得魏南还可 还好 他体力其实也没怎么消耗 还好 好吧 对还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 最后这一局的 最怕的就是林贵普 他自己打乱自己正角 你可以看一开局 他还是有点急 想快点抢住 就是主动的机会 魏南压上网之后 这林贵普的一个本能的反应 把这个球抽回到底下 1比2 林贵普发球 魏南的这个揭发 就是全用了假动作 他在这个往前 前场的技术还是非常细腻的 我看掉球同样的 再戳一个重复的点 其实这个球的角度 其实是我们要求高 他讲还是很快的 就是限制支队 现在就是我觉得放平一点 然后先把多拍打起 美男放往15 2比4 哎呀真的是 丢了几番都自己的主动失误球 是想做一下节奏上面的改变啊 就突然改一个扑压的动作 男的四方球都调动了 他这个往前的重复落点 这次没成功 但是基本上他这种重复落点的 还是挺挺多的使用 总体来讲的四方球的到位率 未来更高一点 又是一个 运气球 好球啊 4比5 比分分差只差一分了 这个防守其实很难受 本能反应 这个本能反应 本能反应 但是效果不错 5比5平了 5比5 都有机会 这一局 加油 掉一本 搓 小球 出界 林贵普连续追封 现在已经把比分反超了 看看魏南是不是能够顶住压力 好 Premier 千花球的贾动就有很多 很多 《亮球》 中 Mickey vorne 中 六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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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拍的掉球 对于小将林贵普来说 这种大赛的比赛经验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很难得的学习的经历 魏南反正还是采取 这种四方球的调动 他的调动的精度还是比较高 因为他只能调动 如果魏南一直要打快的话 他没有几分就撑不住了 对但是他自始至终 就是保持着比较稳定的 这种调动的这种精度 这个就行 我们还在拼命的加速 一直用自己的速度 限制魏南 8 6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要在四分之一 将要在半决赛里面遇到王正明 他们这是上半区的一场比赛 而黄与祥呢将要在下半区 跟田厚威来争夺 一张决赛门跳 这两位选手 无论谁碰到王正明 他们都打不过 如果说这场比赛 林贵普获胜的话 你就意味着这个 青年羽毛球大师赛的 四强全部都是中国选手 因为下半区的两场比赛 都已经结束了 9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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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比8现在是林贵普的领先 还是有机会 只要自己不失误 不要轻易失误就行 这样这样还是小将林贵普领先 进入到了这一决胜局的技术间接换编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后面的为大家安排的都是直播节目 这场比赛先为各位介绍到这里 现在中奖观众已经出现在了屏幕的下方 我们这场比赛的结果 请大家关注随后的各党新闻节目 我们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赛事转播 也将在明天下午继续回到体育频道 希望羽毛球爱好者来随时关注我们的直播 观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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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南他确实作为一名老将 他的这些假动作非常多 特别是在前场 这就是一个 算是一个影拍吧 很小的一个动作 很小的一个动作 我们还是通过自己的速度 然后压制着魏南 魏南还是选择一直比较吃力 像你说这个林桂普现在在下盘的稳定性上面需要提升 那么在日常的训练当中 有没有针对于这个 就是下盘的稳定性提升的专业的这种训练方法 那就要看教练组 就是如果你遇到这样的运动员 你会怎么样来帮助他呢 我觉得更多的 因为下盘是 就是他下盘作肯定是因为 就是也是他一个 就是这个打法善良和天生的 跟魏南交手 他也不知道自己跟魏南相比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准 是我的 不知道 对对真的是不知道 又没怎么交过 第一次交手 第一次交手 我的体力我的经验增合起来 我跟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位置 他也不是足够自信 如果他不能快点拿分的话 他也不能自信 就是说这么跟他打好多拍 我能有没有多大胜算 不是很清楚 肯定是这样 那就用速度与激情 对速度与激情期 自己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头顶点杀 可惜 就见了 其实魏南他你看他移动起来也确实比较的缓慢 但是他争取就是尽量移动范围小一点 可是魏南的出球的弱点比较开 对 他就是在基本上在掉 你看他脚下自己就是一个跨步能解决的问题 就绝对不用两个垫步 所以这是节能模式 怎么还自己的失误太多 还自己有点急 对 就是你说的 他现在很希望快一点拿下这比赛 因为他心里并没有一个 他不知道我是否能赢 没错 他不知道胜算 他不知道我的体能 加上我的技战术的组合 我处于场上原地的转体 看见魏南转了一个大圈 这球毫无质量可言 局点20比15 我们的这个 他比较能顶我们的选手 所以魏南想通过某几拍来说 他不可能说一直残久下去 放王甲动作 但是这球还是被对手给算到了 确实整体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这样林贵普的第一局的比赛 我觉得作为一个并没有太多的这种国际大赛机会的选手 他第一局打成这样非常好 打得非常不错的一局 21比15先胜 其实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呢 面对对面经验 比赛经验这么丰富的老将 林贵普 他能够顶就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在这个比赛过程中 自己首先呢不失误 11岁的中国香港老将魏南 魏南是男子单打的三号种子 今天这场比赛呢 双方要打决胜局了 伟杰你来预测一下 与他们两个人在前两局的表现来看 这第三局的走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我觉得都会都有机会 都有机会 因为当林贵普第一局赢是因为他体力充沛 第二局输是因为大概消耗了特别大 然后对于他的出球的稳定性呢 或者是角度都有些跟不上 所以显得魏南整个拿球就会更快了 可是当体力不好的情况下才会动脑 我体力不好 只好是成长的机会 对 因为有时候体力不好了 我反而在想 哇我这个球应该怎么出怎么出 因为在体力好的时候 你还是想着用自己的能力来弥补一些欠缺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第二局 这个林贵普也没有太多的体能的消耗 因为他并没有群群有效的回合 而是说这个魏南呢 他增强了自己的节奏上的变化 而且抓了更多的这个突击 我觉得对于魏南来说 他的体能其实第三局是一个问题 就我觉得魏南还可还好 他体力其实也没怎么消耗 还好 好吧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最后这一局的 最怕的就是林贵普他自己打乱自己阵脚 你可以看一开局他还是有点急 想快点遣住主动的机会 北南压上网之后 林贵普的一个本能的反应 把这个球抽 可惜了 插网 插网出去 林贵普每一次的起跳 都必须要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这连续的进攻的话 他是现在 打不起 对绝对打不起 又用假动作的一个戳放 劝到了对面的这个小将 12比7 所以 Alberta 在这边 超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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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回头位置 重复落点的调动 为难就是调动对手 抓住机会反攻一下 还是经验老道 落点开 然后合理 我们还在拼命的加速 一直用自己的速度限制了未难 8 6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要在 四分之一将要在半决赛里面遇到王征明 他们这是上半区的一场比赛 而黄与祥将要在下半区跟田厚威来争夺一张决赛门跳 这两位选手无论谁碰到王征明他们都打不过 如果说这场比赛林贵普获胜的话 也就意味着今年羽毛球大师赛的四强全部都是中国选手 因为下半区的两场比赛都已经结束了 其实这个球的角度其实是我们要求高 他讲还是很快的限制支队 现在就是我觉得放平一点 然后先把多拍打起 美男放往15 2比4 哎呀真的是 丢了几番都自己的主动失误球 是想做一下节奏上面的改变啊 就突然改一个扑压的动作 男的四方球都调动了 他这个往前的重复落点这次没成功 但是基本上他这种重复落点的还是挺挺多的使用 我们还是通过自己的速度然后压制着卫生 未来还是显得一直比较吃力 像你说这个林桂普现在在下盘的稳定性上面需要提升 那么在日常的训练当中有没有针对于这个就是下盘的稳定性提升的专业的这种训练方法 那就要看教练组 就是如果你遇到这样的运动员你会怎么样来帮助他呢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因为下盘是就是他下盘落肯定是因为就是也是他一个就是这个打法上面和天生的一个落点 习惯性 对对所以还是需要就是你的落点只能说尽可能去慢慢的去避免 你说加强核心力量和加强腿部力量会有帮助 会有一些帮助 可是还是就是你不可能把你的落点变成你的优点 可是就是尽可能去改变一些或者去多救几个下手球 可是你的特点必须要更突出 嗯 5 3 2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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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小将林贵普来说 这种大赛的比赛经验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他来说是一个 很难得的学习的经历 卫南反正还是采取这种四方球的调动 他的调动的精度还是比较高 因为他只能调动 如果卫南一直要打快的话 他没有几分就撑不住了 对但是他自始至终 就是保持着比较稳定的这种 调动的这种精度就行 我们还在拼命的加速 一直用自己的速度限制了调动 听发球的假动作很多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反拍的吊球 对于小将林贵普来说 这种大赛的比赛经验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学习的经历 卫南反正还是采取这种四方球的调动 他的这个调动的精度还是比较高 因为他只能调动 如果卫南一直要打快的话 他没有几分就撑不住了 对 哎呦真的是 明明是公示场上的公示 结果出现了这个失误 拍弦还断了 我看一下吴云永会怎么给他知道 我们刚才看了一组都是卫南的在击球过程当中的击球阶段 当中的一些慢动作的球阶段 几乎是没有这个垫步 直接跨步到够 我的时候是很很艰难了 换了一把新的球拍之后要求先试两把 中文艳加强的是他的下手球 他上手球来说我觉得已经定型了 就是也有一板突击 可是不是很绝对 可是他的下盘我觉得不是很稳定 就是一些下手球和被动球 这样子对于上升高水平的时候会比较吃力一些 而且他打球相对来说还是要再放开一点 就现在我们的这一批运动员 都有一点小家子气 就有点像小女孩 你怎么来解读这个状态呢 你从他打球的这种出球的方式也好 还有就是你看整个场上的画面 只是一张脸不一样 只是一张脸不一样 一个姓名不一样而已 可是对于这样子来说这是失败体 就我来说的话这是失败体 因为每个人都相似 就表示就是这个项目来说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你看出球 出球的方式和状态和出手的感觉 是一模一样的 一个模子出来的 这就有点像印钞机 印出来的全是一样 对于这个人都相似的 对于这种感觉 我们下估论的方式也有点像 我们下估论的方式也要看